金磁穴码头现在的交通已经非常便捷 它也是伦敦最繁忙的换乘站之一 这里最早的公共交通是DLR地上轻轨 它当时连接的是老金融城金穴码头和东伦敦的一些站 1999年的时候 Grupley Line的延长线通车 这样从金穴码头往西可以一直通到一区的核心 大大提高了这个地方的通勤能力 也迎来了这个地方的大发展 Crossrail或者是和贯城铁或者伊丽莎白线 它和Grupley Line有很多地方挺像的 都是名字像女王至敬 而且也都是延期了 虽然说有点延期 但是伊丽莎白线的作用真的不可小觑 它让伦敦变得更大更灵活 整条项目它将伦敦的应收能力提高了10% 是二战以来伦敦最大规模的运力提升 它把西斯罗机场 西边市区 新老金融区 以及东边的沿河区连接起来 将150万住在伦敦郊区和周边的人口 通通划入了45分钟伦敦城市圈 其实伊丽莎白线在凯奈尔若夫金斯院码头的站已经修好了 车站就在水边上 是一个形状像游艇一样的六层建筑 上面还带一个漂亮的空中花园 花园的顶部是塑料充气泡泡 跟咱们北京的水利方是一个材料 伊丽莎白线通车之后 从金斯岁码头到西边老市区 以及西斯罗机场 以及往东边的住宅区 距离都会进一步大幅缩小 比如说从城市最西边的西斯罗机场 到金斯岁码头将只需要39分钟 到时候计划每年会有2500万乘客 在金斯岁码头换乘 我相信就像迟来的朱比利赖 带动了上一次金斯岁码头的腾飞一样 这一次的新伊丽莎白线 会带起来这个地方的第二次腾飞 更多的杰出人才会因为方便的交通 来金斯岁码头大展拳脚 而且不久的将来 这里的主要务工人员将不止金融和相关从业者 新的扩张计划将这里出现大批的时髦创业者 和纯粹来花钱的消费者 怎么回事呢 听我下回给您讲